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这一集我要谈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那就是现在在外网上面 炒作得沸沸扬扬的 它这个河南周口的所谓的 这个烟花的革命这件事情 那么当然这个不是说闹什么革命 而是说这个背后透过现象看本质 它背后的现象 到底是什么一种社会的矛盾 一种因素它在里面催化 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 但同样的这个问题在中国 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会越来越严重的 好吧 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观察者有一篇文章 叫做小县城财政开始吃紧了 检员是否是一条出路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说 经济的疲软 经济的下行不是中国特有的 美国同样一样 欧洲一样 全世界都一样 包括俄罗斯 它是顶住了西方制裁 但是它的这个衰退 无可避免 大家都知道 你想去年炒股票 人均亏七点多 七八万 对吧 大概是七点五二万 还是七点四七万那个数据 我看了 就代表说 为什么你会亏这些钱 你股票你会亏 全球经济在往下走下坡路 势必都会影响你的金融证券市场 所以我老兵不是讲了吗 我二一年到二二年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什么 别炒股票 别到这个里面去 存住一点钱 存着死期 谢天谢地了 所有的一切投资 理财金融 都会给你带来损失 亏损 让你心情更加糟糕 好 我们就来说到这个重点 那么进放烟花引抗疫 河南周口民众先紧车 这个事情呢 我其实在昨天那集已经讲过了 这个是跟南京的 到西东山向那边去 南京市民去大集会 那个又是不一样的 那个 等于说 我说过 有一种看不见 摸不着的 物理的磁场 通过台湾这边再打到这个地方来 打到南京这个地方 他们曾经的这个旧都 打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他会把这里的旧都的人 的集体意识给他唤醒的 你懂吗 就好像 项羽 对吧 他是秦国人 户籍是秦国 但是他你看 一旦启示 唤醒了对楚国的这个什么 记忆 对吧 那刘邦就把他给打掉了 所以 为什么 我想说 在清朝的时候 清朝的皇帝 他就明白这个道理 清朝你看 康熙他必须要把正式台湾给打掉 不然的话 罚统就出问题了 第二个 乾隆那个时候 林爽文发动武装叛乱 乾隆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到台湾去评判 他也懂得这个道理 他也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 在这里我再提醒一下 就是说 武统 他是必须要去做的 不做 我之前不是讲过 我说不做 那可能就是杨广 随杨帝的局 对吧 杨广当时他 这个大兴土木 开挖金航大运河 对虽然说是 对老百姓来讲 是挺那个啥的 对吧 挺苦的 但是当时百姓 也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反对他 因为这个等于说是 立国立民的事 当然苦一点就苦一点了 为了国家民族 我们苦一点就苦一点了 但是也有一口饭吃 也不至于饿死 但是 让他被搞掉的 根本原因 就是高勾力 他一直打不下来 包括他自己 御驾轻生都打不下来 这个东西就开始 耗你的国力了 耗你的国力了 为什么毛泽东 毛泽东他也明白这个道理 为什么 美国帮助南韩 打到北韩去了 已经到了中国的 压压路江边了 老毛一定要派志愿军彭德怀过去 一定要把他打回三八线 因为如果这个地方 他是一个敌对政权的话 又像古代的局一样 会耗中国的国力 但现在至少有北韩跟南韩 可以自相残杀 那至少说那个地方 我们就什么 稳住了 虽然说现在你看美国到家门口 有和驻海美军 但是毕竟有朝鲜这个屏障 挡一下 他们在那边好 他们朝鲜 只有内斗 朝鲜半岛只有内斗 或者说完全全权 是由一个我们复制的政权 那我们才会有安宁 但所以说 但是现在 这个放弃点变成了台湾了 所以我一直都讲很重要 那么 当你台湾问题不去解决的时候 我为什么在说 做口这个事情之前 我还是要先解释一条 这样的一套逻辑 就告诉你 台湾问题 它是有物理磁场的 等于说老四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第四个资源系为名 中华为名的内核 实际上就在问你中共 为什么还有这个 中华民国的存在 你在干什么 这叫反向警告 那反向警告 它是由集体的一种意思 来这篇土地上的集体的意思来搞你的 一个就是南京这个事情 它是一个很大的信号 第二个 就是周口这个事 周口这个事 它代表什么意思 为什么放烟花 很多人会跟警察发生冲突 甚至把警察给掀翻了 对吧 跟警察发生冲突 是一码事 把站跳到警车上面去 我看到那个现场那个视频 包括图片 站在警车上面去 踩碎玻璃 然后把它给掀翻掉 顶翻掉 这个实际上就 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出动武警吧 都是出动特警 还有这个消防队 要消防队喷高压水枪 驱散人 那么特警就是说 等于说防暴警察了 对吧 还有很多边外能源 包括富士康的那个事情 也是在河南发生的 富士康的事情在河南发生 也是 等于说 也没出动武警 因为我跟各位讲 还没到出动武警的这个地步 为什么 武警 要搞清楚 中共它要搞清楚 你武警的是对谁的 是如果说这里发生大规模的骚乱 或者说已经上升到能源的上网 这个时候你像比如在新疆七五西藏三一四打打抢 这个是要出动武警去评判的 但是像这种事情 那是警民的这个纠纷 不需要出动武警 因为武警毕竟是军人 再说了 无论我是武警 我到现场去 我也不会对这些 愤怒 就是说可能说是 圣上见习俗分泌过望的同胞 去动手动脚 我也不会 我很同情他们 我非常同情他们 为什么我同情他们 因为 河南这个地方是个人口大神 而且 在 我其实非常同情河南人 虽然说网上也好 信息送中也好 总会会有些话讲了河南人很难听 什么防火防盗防河南人 对吧 河南人就坑蒙拐骗 对吧 但是这个只说是河南的某些地区 确实是这个调腰 但是不代表整个河南 河南的 黄河以南的河南 黄河以北的河南 然后这个南部 像南洋那边的河南 跟另外那个角落的那个河南 他们是不是不一样的 它外国全是不一样 文化习俗不一样 那么河南 它实际上是在建政以后 是为这个国家做出最大的牺牲的 就是河南人 河南省的政策也不太好 对吧 但是它是作为一个大的劳动力 你现在在部队里面 几乎一半是河南人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现在在部队里一半是 几乎都是河南人 然后三栋人占 大概另一半不到一点 那河南人现在就是主力 然后在整个国家的发展 你看很多农民工 很多建设大楼 盖大楼的 几乎都是很多农民工都是河南人 然后搞农业的 为等于解决整个北方吃饭问题的 也是河南 对吧 河南有很多什么中国这个农业之乡 那个那个之乡 这个农 经济作物之乡 那个经济作物之乡 那么 还有一点就是河南人口特别众多 而且是有一个主要的现象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中国的男性比女性多三千万 主要体现就是体现在像河南这样的事 那么中口事发生这个事 我想大家也很清楚这个事 对吧 这个事 它不像海外讲的 所谓叫白子革命 他跟 就是说老兵之前在白子革命当中 给大家带来的最大的 一个特点就是 我跟你解释清楚 白子革命属于是敌对势力的 它属于是这种叫反动力量 敌对势力 但河南这个事情 不能够用什么烟花革命这样的词汇 所谓的烟花革命这种词汇 去跟白子运动画等号 因为它不是反动势力 它是一种 等于说社会的一种矛盾 什么矛盾 那就是中国光贵的问题 河南周口这个地方 我非常了解 因为我有战友是河南的 是周口 周口我也去过 周口这个地方的 人口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人口非常非常多 那么它就 男多女少就造成了一个问题 造成了女孩成为香婆婆 所以这个地方的彩礼 也是天价彩礼 甚至有 你结婚可能都要花个三十万左右 彩礼啊 三十万估计差不多了 二十六万以上 到三十万 甚至有的 看出五十万 就是 晚北地区和这个 玉东南地区 这一代 它的这个彩礼很恐怖 你要有方有事 可能还要拿出五十万 那有的就三十万 就会出现一种情况 如果我要娶个老婆 我南方家里 可能要发的倾家荡产 甚至非常多的是去借贷 借贷 去结婚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什么 就是说 可能你借了贷 你付出了 到时候 可能生了孩子 或者是怎么样以后 女方跟你离婚 那这个就基本上 就是等于说是 被什么 兜底 被清零 所以这个现象 这是一环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边的工作机会 也不是特别多 出去 所以我只能说 出去去打工 你说这留在本地干嘛 去中地吗 没有那么多地给你中的 对吧 你只能出去去打工 但是去打工 现在 又是 等于说我们第一波 可能马上要第二波 赶来赶来 或者怎么样 很多的大城市的工厂 已经 就是说 提前就放假了 因为赶来了嘛 提前就放假了 那么 他们很多人都回来了 包括像富士康 很多人 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干 现在呢 有一种趋势 就是说很多人 都愿意做三合大神 都愿意做三合大神 就是打零工嘛 我他妈的 一个礼拜 我干三天 干两天 我剩下几天 在网吧度过 或者说我就 在出租屋里面 我就在床上睡觉 刷抖音 就完事了 它是这样的 那 那 有些人说 那你们 他们是不是颓废 你千万不要去说 人家三合大神是颓废 人家是没办法 人家出身 决定了 很多的 瓶颈 所以说 你看 这么多男性 还有 还有一个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 对社会的管控 很严格 那么 比如说 就是妓院被大规模的打掉 那原来那些发狼 还能解决一部分 很多人的 他的这个 叫做 生理的需求 但是你现在 把他 很多地方都已经取消掉了 都已经打掉了 那这么多的男性 他没办法去释放 那他的荷尔蒙 雄性激素 就是爆棚的 他的战斗力是爆棚的 就像我们在部队一样 当兵 两年也好 三年也好 几年也好 没有女孩子的 都是男的在一起 那你那个地方 没有放掉 你的精力是很旺盛 再加上锻炼 再加上喊打喊杀 你的精力就是很旺盛的 那同样的 社会当中 小信念也是一样的 他这方面 他没媳妇 没女朋友 然后呢 本来想去 嫖娼 这个点都已经被打掉了 发狼 伤拿 全部被打掉了 他没地方去发泄 然后再加上现在 经济又下行 如果说 经济还好的话 那么可能天天就 跟着跟着屁股 拨起 天天在那干 也可以转移一部分注意力 但现在可能 经济下行了 没那么多活干了 然后再加上 之前的白子效应 白子革命 所谓的白子革命 有这样的效应 出现以后 没人都看到了 包括在富士康 为什么你看 富士康 你看那个战斗力强吧 我们也看到视频了 把老派全部都打跑了 老派根本就是打不住 但是也不能触动武警 因为这个东西 并不是敌我矛盾 触动武警干嘛 没有必要触动武警 武警是对付香港黑豹的 不是对付人民老百姓的 对吧 再加上是同一个民族的 你有必要吗 所以你看富士康 一旦 你看那全都是青壮年 他闹起来的 拿那个棍子 拿那个铁棍 战罪管子 拿那个武器 你根本就搞不住他的 最后你 你谁都不能抓 所以说 在这个所谓 烟花这种事情 他其实也给 中共也提了个醒 对吧 以前日本 日本人 他就能一天那晚 就是来抓中国的 内部矛盾 他就是说 在NHK 有一个纪录片叫中国的光棍 他拍的好像是甘肃哪边 就是找不到媳妇的 可能要找个二分三分的这样子的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 在YouTube上有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就是NHK 中国光棍 这个你可以看一下 对吧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 而且历来的朝代 他有大的这个农民旗 或者大的暴乱 骚乱 跟光棍 都是有关系的 我不是说 这些光棍是反这些 这个你不能把它打成这样 因为本身 由于错误的传统观念 还有人口的这种 这种 这种重男轻女 这种错误的这种观念 然后再加上其他的这种 乱七八糟 这种因素存在 隐私的因素 这种东西存在 男的确实比你女的多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问题 这是在周口 那别人这么多青少年 聚聚在一起 他认为我想放一个烟花 你有烟花经理 那他管你有没有烟花经理 他说你我就放了 我就给你警察对抗 怎么样了 然后 矛盾你看到没有 会马上就会大回眸的激放 对吧 因为上升到 去把警车给掀翻顶翻 踩掉 他就认为 像之前白子革命这种 他就认为 你中共也不过如此 你中共也没什么可怕的 你这个弦 当我冲破封锁线 就像你搞动态精灵一样 当我冲破这些大白的封锁线 他们也不管了 警察也 那你没办法了 那在这里 那你放一花 我也就这样放 这就是说 老是 中华文明的内核 通过物理的磁场 在提醒你 哎 怎么 怎么对我 那如果说 我们就说 中华文明 我们把它冲作为一个人 或者一个神的话 对吧 是我们的一个守护神的话 是我们民族的造物主 或者说我们就讲 女娃 女娃娘娘 对吧 那女娃她肯定就 就很不爽了嘛 你中共在干嘛 怎么中华民国还在 中华民国一直在 削弱中华文明本身啊 那你怎么办 对吧 又没办法跟你说话 那只有通过事情来提醒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 南京跟周口 同时会爆发这样的事情 代表什么意思 南京是过去 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旧都 对吧 他会出现这样的事 在孙中山那边去了 对吧 然后在周口发生这样的事 你社会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啊 你可能你中共平时 你不注意的 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一个隐患啊 那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 一 五种台湾 五种台湾以后 中国的国力会往上走 那 现在俄罗斯远东搞大开发 那其实有很多的劳动力 可以到那边去 对吧 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干 因为你投资一千六百个亿美金嘛 那这个钱很巨大的 那有很多人可以去 搞农林榆木 可以去搞经济大开发 当然我相信国家已经重视到这个问题了 还有一个就是 对吧 中国周边的女性 可以解决 可以充实一下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东南亚的那些女的 当然那得要注意 那边骗子多 对吧 那还有中国可能去别的地方了 可能去东欧了 东东东这些地方 反正 都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当你 当人 他 你没有 无活可 无活可干的时候 然后 对吧 当他的生理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 那这是很大的一个 一个 社会 社会矛盾了 很大的一个社会矛盾 所以你看 在河南 人口大省 男女比例失衡的 周口又是河南内部的一个 人口大市 一个典型 而且这个路易县 它就是一个人口大县 而且也是男女比例失衡的 那 你会看到 说 大的抗争 以及不满 对 可能说 上次可能有没有上次 都自主不满 我不知道 都是发生在河南 对吧 然后你看 你看到 你看那个什么 河南村镇银行 暴雷这个事情 弄红马这个事情 也是在河南 所以我非常地同情 河南人的 闹响 因为真的 他们为这个国家 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很大的贡献 但是你看 现在这些问题 都发生在他们那边 就不好的 都是河南人在承受 所以这样的话 对吧 这个其实是 这个事情就是 敲响一个警钟了 所以说 这些问题 都是要去解决了 但是你要想解决 内部的问题 你永远都是解决不完的 它就像打地鼠一样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 拍下去 那个问题出来了 这个问题拍下去 那个问题出来 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在台湾 把中华民国干掉 把它干掉 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了 你会有 你会你内部情况就不一样 好吧 我这个事情就说一说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另外一个事 那明天再说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各位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